美国时事通,我是罗文 今天是2月2号,星期四 那今天以上还有一个特别荒谬的消息 那就是亨特·拜登的律师 要求司法部就亨特·拜登电脑门的事件调查 并且指控班农还有川普的律师朱利安尼 以及特拉华电脑维修部的这个店主迈克·伊萨克 说迈克·伊萨克偷了亨特·拜登的电脑 并且把它交给了拜登的政敌的律师朱利安尼 并且私自的复印了电脑的硬盘 并且最终交给了纽约邮报这个包社 最终引起了很大的混乱 他们说这是一个政治行为 是一个不道德的行为 而且是一个犯罪行为 因为他们偷窃了亨特的电脑 所以亨特·拜登的律师就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司法部 就说联邦的工作人还有州的工作人 必须要开启对朱利安尼·班农和伊萨克的一个犯罪调查 并且要指控他们 所以你看真的是到达一耙 那当然他这个事也从侧面上 实证了亨特·拜登这个电脑门是真实的 但是亨特的律师团队就跑出来说话 说他是真实的 但是他们现在流传的这些Email很可能是被他们伪造过的 是假的 你看真的是恶人先告状 就是一个人可以无耻到这个地步的话 真的是无敌了 那当然很多评论员就说 他这个状告是不成立的 因为你在美国修一个东西的话 你如果把东西放到一个维修部去修东西 如果你在一段时间内 有的是一个星期一个月或者最长三个月之间 如果你不去取你的东西的话 你就会被视为你放弃你的物品 你的这个物品的所有权就归于店主 店主就有权利卖掉或者扔掉 或者作为废品 做任何的处置 这是你去维修的时候 你必须要签的一个合同 尤其是像电脑这么重大的事情的上 那当然大部分的人都是去取了 那很多人就说亨特·拜登 他长期没去取的话 实际上应该被视为遗弃了 他这个电脑 实际上很多人分析说 亨特·拜登不是特别清醒 他可能嗑咬嗑多了 或者喝酒 导致他忘记了他这个电脑在维修部 这是有可能的 他送去维修 但是他忘记了 所以这个电脑就应该被视为被遗弃了 然后过了这个期限的话 那他的这个硬件和里边的软件 都是被视为已经被遗弃 被店主拥有的 那店主可以任意处置他 所以有一些法律人士会这么解读他 那不管怎么说 你可以看到 那拜登的家族真的是厚颜无耻到极点 他们先是利用媒体很快的否认了 陈特电脑门说这是一个俄国的假信息 还利用了51个情报官员去联名写了信 糊弄美国人民 那最后 现在就是因为众议院的监督委员会要查拜登的电脑门的事件 其实他们是想查这个大科技公司打压言论自由 包括打压亨特拜登电脑门新闻的这个事件的时候 那他们律师就突然来进行了一个疯狂的反扑 那也证明说众议院的监督委员会抓到了他们的要害 因为众议院独裁委员会调查这个事的话 他们会发很多的传票 会进一步的曝光拜登电脑门里的所有的信息 所以亨特的律师不仅发了这封信 而且他也发了一个停止和中止的信 就说那任何一方都不可以再私自使用 亨特拜登电脑硬盘里的任何信息 否则就要诉诸法律 他是一个seasoned deceased letter 这个停中信停止和中止信的话 那通常他可以由法官或者政府发出 如果法官或者政府发出 他是具有法律和行政效应的 但是他这个停中信是律师发出的 律师也可以发出 但律师的发出其实就是一个威胁 一个警告 他不具有任何的法律效应 但是他们就借口说 你看共和党人可能把这个信 伪造了信 或者是信做了假 那很可能传播不实的信息什么的 所以我们要停止和中止 这个信息的传播 然后另外他们控告班农 朱利安尼和伊萨克的一个理由 就是说你看他们把电脑里的这个 邮件肆意传播 严重的侵犯了亨特的隐私 所以要控告他 所以你可以看出 共和党掌握了众议院之后的 强大的一个威力 他们可以利用他们国会的权力 把很多事情都曝光于天下 这对美国人来说是一个信誓 很多人就说 我们都已经知道这些了 他在做这些事无用功 但是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忘记了 除了共和党 然后还有几乎一半的美国人 民主党人他们是相信主流媒体的 所以那国会要把这些曝光的话 让他们真正的意识到 以拜登为首的民主党 他们的这个行径是多么的卑劣 他们可能给国家安全造成多大的隐患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不仅是阻止拜登2024的一个入选 更重要的是要告诉美国人民 民主党玩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把戏 让他们真正的辨别 什么才是真实的信息 什么才是不实信息 所以国会调查亨特拜登的这个事件 实际上也在调查乔拜登 所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调查 所以才引起了亨特律师 这么大的一个动作 那同时今天早上 拜登在黄盛顿国家祈祷早餐日的 新的早餐会上 他就突然开始呼吁团结了 他说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 有很多分歧 我们有很多的争论 但是我们要团结一致什么的 他现在来呼吁团结 在他前不久 马丁路德今日这个大肆的指责了 共和党人说他们是疯了 说财政上physically demented 从他们财政上疯掉了 You don't get it 你根本就不懂 你们就胡说八道 那紧接着在两周之后的今天 他就开始呼吁团结了 不管真的还是假的 呼吁团结 不愿又是他的一个手段 那拜登一直是以所谓团结文明的 那他相对于川普的这个所谓的分裂 大家都觉得川普是一个很分裂的人 拜登是一个能够团结全美国人 但是他的团结的表象 只是在竞选的时候呼了几个口号 那回头一上台的话 他就杀鸡腾腾 一再地指责川普是对美国民众的一个威胁 那MAGA的人群 他们的政治意识形态就是半法西斯主义者等等 而且他的司法部把家长 作为国内恐怖主义来对待 就这么一个政党 面对共和党众议院的这个步步紧逼 那突然开始呼吁和平和团结 我觉得他们才是神经错乱 两周之前他还在大肆地攻击川普和共和党人 现在突然开始呼吁团结了 那实际上民主党人不仅没有团结 反而在做更大的分裂 我们连这几天都说了孟非是这个 五个黑人警察打死一个黑人青年的事 我昨天呼吁宝宝宝就在他的节目 你说他说 人们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有些动作 难道只有在他们打死了一个白人之后吗 当然我不是建议这么说 那暗示就说必须要打死一个白人 人民才有动作 那胡比高拔这个黑人的这个主持人 也算是意见领袖之一吧 话音未落 今天另外一个黑人的民权活动分子 也是进行会的牧师 也是一个这个主持人 那Al Shepton就说 如果今天被截停的这个29岁的青年是一个白人的话 那警察肯定不会对他这么痛下杀手 所以你看他们都是非常无故的一个指责 然后那听众就说 Al这些人是天仙会的一个特警队员 天仙会就是这个孟非是专门成立的一个 在高犯罪区巡逻的 为了保护社区和平和安全的这么一个特警队 就专门对付这些高危地区的 也就是他们去的这些社区 可能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犯罪力高发的一个街区 本身就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区吧 在我们的这个说法里头 他说如果这些人不是很tough and rough的话 不是这么厉害的话 那他怎么可能制服犯罪分子呢 所以这就是天仙特警队的一个由来嘛 那当然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那孟非是的警局就解散了这个天仙特警队 就说他们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做了很多的贡献 那我们现在解散 那成员没有一个是不同意的 那总之解散我觉得对高危犯罪地区的 这个民众的安全 其实并不是一个好的事情 那总之你看黑人的民权意见 你就也发话了说 如果是一个白人的话 那他就不会受到这样残酷的一个拳打脚踢哈 然后说那这个城市一边使用这样强的暴力 一边没有使用这样的强的暴力 却仍然维护了和平 这是为什么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问到他 为什么 为什么这些街区的人必须要警察使用这样的暴力 他被视为高危犯罪地区呢 就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人呢 难道是因为有警察的暴力行为才导致有高犯罪率吗 还是说因为有高犯罪率才导致有对高犯罪率地区的嫌犯 进行暴力行为的警察呢 所以你看这个因果关系都没搞清楚哈 当然我不是说警察在高犯罪地区 如果碰到任何一个嫌犯或者截停任何一个人 你都可以拳打脚踢把他打死哈 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这个事情你看黑人评论员的一致的一边倒 你就可以知道 其实他们才是分裂美国民众的制造种族主义的一群罪魁祸首哈 这是这样的所谓民权主义者 他们把事情很简单的分类为种族化了 即使是黑人打死了黑人 他们也会说这是种族主义 这就是美国目前分裂的一个现状 这个分裂不是拜登或者是一个进行会的牧师 说一句话就可以改变了 这个分裂正是民主党的政策和言论造成的 或者至少他们把它推到了一个更糟糕的境地 OK 这是今天的播报 感谢您的收看 加油